我本來就一直創作有在嘗試不同 媒材礦領域的可能 然後唯獨就是表演藝術的部分 我還沒有去嘗試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是台中人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住館計畫 對我來講是非常有意義的 無感工作坊算是我的那個住館研究計畫 有別於以往習慣看表演的方式 可以透過這舞感來重新做一些 跟表演有關的設計 然後也從這裡面去得到很多實驗的機會 因為每一場跟學員們一起進行工作坊 在工作坊的結束 我們都會有一些小的呈現 那個呈現可以給你很多不一樣的養分 他再重新做過一些設計以後 他都可以變成是很精彩演出的一部分 所以在這住館期間的無感工作坊對我來講 是很重要的練習 尤其對於我是視覺藝術背景出身的來講 如何去讓自己習慣表演這件事情 以不同的角度做切入 這幾場的工作坊非常重要 在現在趙耀盡這個劇目的部分 因為我作品視覺感很強嘛 但它看起來很鮮豔很魅惑 那我就一直在想說 要怎麼把這樣的東西轉換成表演 它又不是只是停留在於視覺而已 然後就開始查了一些譬如山海經啊 然後聊哉致意啊 洗油記啊 然後去發現了腰的這個狀態 它很像我作品的特質 因為這樣的研究啊 跟背景發展到現在 我會覺得社會啊 媒體的狀態 很需要突顯出真實狀態的一個介面 然後所以我就挑了照腰鏡這個物件 或這個文本來做發展 然後它有一些有趣的討論的空間 然後我就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劇 呼應到我視覺的創作 也可以反映出一些 我關心現在的一些狀態這樣